像這個季節梅雨季很多人惡化 就是突然間天氣濕熱 就會濕疹就會發作 因為很癢 那夏天很燥熱也很容易發作 在癢的時候就會癢到睡不著覺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止癢最有效的方法目前來講是 還有我們新一代的這個 止癢的療效是非常好的 其實房間也有賣很多的乳液 那在乳液的選擇上 醫生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建議 其實乳液就是要尋找 轉用的 那特別是有國外的 認證的 那真的是有用的 對然後呢 要沒有 沒有防腐劑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市面上來說 用什麼空氣清淨機 抗菌繁滿的枕頭被套 這些其實都是有意義的 但是功效其實都不是很好 那真正最好的會是什麼 其實是